在林口公园路人行道跟人行道间 没有划设行穿线 对行人行走的时候 安全上面容易产生疑虑 对此当地的民众 特别向何淑峰议员服务处来承行 那么服务处也特别安排了会刊 结果如何我们带您一起来看一下 林口公园路是一处环境优美的地方 由于用地上的关系 人行道设置于路中央 上面种满了一棵棵的大树 整条道路绿清凉 每天都有不少民众来此休闲散步 日间有民众向市议员何淑峰服务处 呈平公园路人行道与人行道间 没有会设行穿线相互连结 对行人行走时安全上恐怕受到影响 有民众来呈平说 像我们公园路沿线的这个绿道和狼的话 其实非常的漂亮 那他们可能在早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 都会来这边散步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 可能在人行道跟人行道的中间 可能有一些行穿线可能是没有办法做通行的 没有一个连贯性跟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现场来实地了解说 如何来规划我们的行穿线 接受陈勤之后服务处随即办理会刊 当地利林里长表示 会设行穿线对行人有益地方乐观其成 但此处会设上需合乎法规 不然对行人或驾驶车辆来说都会形成困扰 今天的这个一个会刊 就是针对行人这个穿越线 行穿线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乐观其成 可是是希望能够合乎法规 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合乎法规的时候 那这个对用路人跟行车的人都会造成一个困扰 我们这边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请公所还有请交通局 还有我们里长也非常的用心 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那我们会针对民众的需求 跟交通局这边来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其实我们也是要符合法规的部分的话 我们再做一个整体的调整 秘书表示将先请交通局 针对该处会设行穿线上是否合乎法规 且会设后不妨碍交通动线顺畅 进行评估规划事宜 希望能达到避免塞车 又能保障民众行的安全 记者在林口采访报道